我在這裡呢就可以自動幫我建立,先建立好什麼,下拉選單 那選單的方式,建立的方式呢,也跟剛剛是一樣的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在W2裡面呢,我的清單在這裡 A2一直到 A8 所以如果我這個地方要建清單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個範圍,從那個B7一直往下選,選到B11 這個範圍我要建立清單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範圍選舉起來之後,按一個資料驗證 那資料驗證裡面的話,也是做一個清單,那範圍來源呢,也是一樣用自己打的 這個是它的一個缺,不過這個方式 清單的方式不適用在 2003的版本,因為它不能跨工作表,2007之後才可以 那這裡的話呢,我就打上W2 驚嘆號 然後 範圍的話就是A2 冒號 A8 把這個範圍 Key上去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呢,因為我剛剛選了這五個 儲存格 所以這五個儲存格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 當然你不用傻傻的一次慢慢慢慢 慢慢去做 你就把你要做成那個清單的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點其中一項 那點了其中一項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 把這個 帶過來嘛,對不對 就是 這個品名規格 品名規格 部分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清單裡面的資料 帶過來 那資料帶過來 我前面講過了 我們 Vlook函數呢 除了用選取這個 儲存格的 裡面的範圍 Table rate 之外 我們也可以做什麼事呢 對 定義一個那個 比如說這個是商品 比如說它是一個商品的一個名稱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範圍 做公式裡面的那個 叫做 定義名稱 把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的話 首先我只把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比如說這個 對照表叫商品好了 那我就把這個範圍選取之後的話 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呢 這個範圍名稱呢 我就叫做商品好了 那以後呢 我就直接按F3 其實前面有練習過 按F3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那個對照表 名稱的話叫商品 OK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這個範圍 特別注意喔 不要選到欄位名稱 選A2開始 這個範圍就叫商品 那我要怎麼樣去 抓到 根據 選了它之後 出現那個 品名 然後自動幫我產生 那這裡的話呢 我就用那個 在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用哪一個呢 這個 Vlook函數